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我也是女老板,今天要提出来的一个观念是,员工离职是公司的错吗? 有一位在台湾非常有名的领导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是说听老板的就错了,那么当中有一个他认为的员工离职是老板的错,里面是这样说的 一般公司遇到员工递出辞呈的时候,通常都会由主管进行面谈,了解离职的理由 在我看来,这么做其实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为中国人一向很含蓄客气,表面的话大多言不由衷 像是家里做些小生意,要回去帮忙啊,或者是我家谁生病啦,需要我照顾啦,或者是我计划留学在进修等等,这些虚实的答案,既没有办法帮助决策者掌握真正的原因,更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员工为什么想离职?那么作者认为一定是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把员工硬生生地往外推,而不是外在其他环境的吸引力太强,强到把人挖走 这个倾向在男性职员上尤为明显,男性职员看到公司一些不合理的状况,马上会联想 糟糕,公司这样子不大对劲,我应该赶快离开,另外则两目而息 当他们心里已经有这样的思考而决定离开之后,主管再来问为什么离职都只是白费时间罢了 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真诚地面对员工离职,尤其是异常的人员流动 领导人应该解决到公司内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进一步找出真正的原因,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管理、处理 对于这段话,基本上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员工离职通常都是公司的状态有问题 但是说是公司的错,我大概没有办法完全同意它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一个公司的文化,一个公司的氛围,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要求 不是每个员工都能够适应的 所以我觉得公司在找员工的时候,就应该找到对的员工 因为你应该知道,这份工作它必须具备怎样的技能 第二个,这间公司应该找怎样价值观的职员 还有就是,这间公司这个部门应该找怎样的性格的职员 因为有的时候,某一些部门不同的个性的职员合在一起 可以产生力量,也可以产生伤害 就像国外,或者是东方有一些公司呢 在请职员的时候,都会问他生肖啦,血型啦,星座啦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非常的可笑 那甚至有些公司,他们会做这些性格的测验 最重要的原因也都是希望把人摆在对的位置 把对的人请进来这间公司 那么什么是对的人呢? 很多时候除了说是工作技巧,能够升任这份工作之外 还包括了这位职员的性格 跟这间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可不可以相容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员工离职是公司的错吗? 我并不是全然同意的 而你认为呢?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我也是你老板》 就跟你聊到这里啦 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